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气里想的话 我看到沉默都会看到月亮的 还是满月 这两条化石工丝 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招点 是一般妖装 重招点 今集的创科探究 高中组的同学 今次的主題是日月星辰 帶領同學一齊動手製作望遠鏡 以及夜觀星空 又會看看初中組的學生 是怎樣運用電路圖去破解謎題 同學都聚精會神 聽取製作望遠鏡的主要部件 和探索它的原理 他們今天的任務是製作反射式望遠鏡 包括怎樣使用光學模擬軟件 模擬反射式望遠鏡的光路圖 反射式望遠鏡的結構和光學元件 製作的技術和材料等等 讓學生能夠理解每個部份的功能和重要性 組裝這個反射式望遠鏡的最大挑戰 就是在於 最後需要去調整這個平面 這個反光鏡的位置 然後令到可以投影的像 可以清晰地投影在木鏡上 才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像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需要在組裝的過程中 不斷去調整部件的位置 才可以令到它最終有一個清晰的成長出來 對我來說最深刻的就是 組裝這個反射式望遠鏡 最感興趣的環節應該會是理論計算的部分 最主要都是因為我們理論的時候 會有一本小冊子 裡面就有一些很精細的圖表 都很直觀地令我們認識到一些天文望遠鏡 包括星象天文學的一些知識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理解原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利用到初中學過的物理知識 都有一種知識回來了的感覺 還有一種暢通的感覺 是十分之開心的 組裝的時候 通常都要先假設一個順序去組裝 後來發現如果這個順序錯了的話 是要重新來過 即是剛才做過的事全部查完 由頭來過 是會有一瞬間的挫敗感 我想這個都鍛鍊到我們每一個組員的心理素質 我們由頭再來過的時候 都需要考驗到我們的團隊合作能力 如何去找回一個正確的順序 重新組裝 我自小就對天文非常之有興趣 亦都期望有一天可以真正去 用這些天文望遠鏡去觀星 通過製作今次的天文望遠鏡 亦都令到我收穫很多 譬如說放一塊鏡上去 其實都要很小心 令到它不要移位 至於領螺絲方面 是對我來說困難最大的 因為領螺絲方面 它要很用力 然後亦都要先對準各位 所以對我來說就有點困難了 但亦都很感謝組員不停地幫助我 在我領不下的時候 他就說不如讓我來接手 然後我就會令我沒那麼疲勵 亦都可以感覺到有他們真的很重要 最後一位科學家就說 其實他們都很想知道 有沒有像地圖的失敗體 在其他地方的地方 在我的觀察 我認為他們在探究的環節 反應是最熱烈的 因為在這個環節裡 你會看到他們參與的度非常之高 他們會借助桌面上的實驗器材 跟著這個實驗的指引 去完成對應的一些實驗探究 他們得到的實驗結果 你都會看到他們會願意站出來 跟他同組的同學仔去進行分享 甚至他願意當著全班的面 去將他的實驗結果去做一個陳述日 其實相較於牛頓的時代 我們的科學進步了 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和一些技術 都可以幫助我們獲得有關宇宙的訊息 大型的天文望遠鏡或探測器 都幫我們拿到很多資訊回來 但現在這個時代的同學仔 其實都需要去借助當時科學家探究的一些經歷 去掌握一些探究的能力 並且去將他們的探究成果 轉化到一個實際應用的場景當中 令到我們可以得到更多有關來自不同領域的 不一定是天文領域的科學知識 去幫助我們人類可能得到更好的一個發展 而初中組的學生今次要挑戰的 是需要他們利用科學知識破解謎題 初中場的部分由於我們準備了幾個關卡 去給學生去挑戰 而那些關卡本身都是跟物理、生物 或者工程相關的一些內容 所以我們都期望學生在挑戰這些關卡的過程中 就可以學到背後的科學知識 在物理學的關卡裡面 其實學生就需要去砌一個電路圖 然後在砌電路圖之後 他們還需要去閱讀一本電路手冊 從而去找回裡面的電阻的阻值出來 最後砌完電路之後 他們還需要量度電壓 最後電壓就會告訴他們 密碼箱的密碼是什麼 而在工程的部分 我們會邀請學生一起去體驗工程設計的部分 他們需要用一些紙張 或者是慢字夾去製作一個勾爪 從而去勾取儲物室的鎖匙 最後開櫃拿到一些資料 各個組別的同學經歷了多個環節 參與、探究、解釋、拓展和評估 亦都對應思考題完成了任務 體驗型是希望學生能夠運用 科學科的知識和能力 借有趣的科學體驗 或者科普探究的歷程 激發他們的創新、創意思維 綜合應用和動手探究能力 YAPPLO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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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PPLOGAY